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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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破除烏雲密布 蛀絲馬跡被我記錄 炒起 朝落 起起伏伏 世間萬無為我併護 沙朝熬義 對手角力 兼人安器 令化暴御 成監出餓 出江湖弱 人怨情仇 江湖道义 走过岛山火海龙汤湖血 黑黑风高火的光芒照亮了午夜 真相的火焰在我脑海浮现 阴谋轨迹无法左右我的主见 任我一朝一世刀光剑影现神通 粗暴暗凉为国为民我在下个梦 雨里倒不痛把我伤不动 笑傲江湖像令狐冲 让我闹天宫像孙悟空 小龙虎毫无功 刀剑在我手 无愧于天地 长生为我救 守护江山半壁 为侠这大修炼在瀑布之下 这不是我鸑马不属我的部下 江湖之大 要学会放得下 没说说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别拿 为侠这大修炼在瀑布之下 这不是我鸑马不属我的部下 江湖之大 要学会放得下 没说说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别拿 当我放开历史书的这一页 势必揭开隐藏者的这一切 当我翻开历史书的这一页 势必揭开隐藏者的这一切 拿死你 莫非这推背图的下落 就坐落于这巨石之上 小心 别忘了 你活不过 大家小心闪电 走 都没事吧 没事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跟着我们 要不是你们 造出这壁雷车 引走了雷电 我还进不来呢 现在你们 就作茧自缚吧 多明前辈 我刚才已经注意过了 每一次闪电都是有规律的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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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北书使者 果然是 就算让你们知道 我是谁那又如何 反正你们 今天都得死 那就让你们尝尝 灭视之火 小心闪电 推背图 推背图出事了 原来推背图就藏在这巨石之下 雷电已被吸引 快途推背图 这又是哪里来的雷电 哈哈哈哈 你终于来了 你竟然发出了雷电 原来拥有雷电之力的人就是你啊 那杀死重悬的人也是你喽 不错 杀死重悬的人就是我 也可以说是我手上的这个雷杖 不错 这些雷电之力 这就是雷电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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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传说中的雷神之力 对 推背图是我的 也只有我才可以拥有推背图 奈何不了我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走 这不是推背图 这不是推背图 这只是藏匿推背图的一副祭语而已 袁天罡 你淳风这两个老东西 竟然故弄玄虚 我费尽了周折 竟然只是一副祭语而已 抓住他们 我没有忍着 我给你 你冲的 你去过去的 你去的 你去吧 你说 最近 可以 相信 我是 拖牌一回 追 快 太祟 你没事吧 太祟 你去吧 这里交给我了 好 来 是这儿没事吧 太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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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现在感觉如何 地灵子一无大碍 多谢师叔 太祟身体可好 还是有些虚弱 你不能行 你可能对我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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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此地不宜久留 大家先跟我回避游风 我们从长计议 师父 您怎么受伤 是谁伤的您 小伤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 你为何不留在鼓吹台啊 你们出宫以后一去不凡 一直没有消息传回来 弟子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 此事说来话长 现在大家都有伤在身 先行疗伤吧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通知 小伙子 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祖帮你疗伤 不用了 我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早都好了 你不信啊 你看 我现在活蹦乱跳的 多健康啊 师父 您的伤好了 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再服一些丹药即可 师父 你们的伤也都疗好了吧 地灵子 我看你的身体 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你懂药性 我这里还缺一味 原养草入药 还得辛苦你下山去一趟 是 师叔 我先走了 太岁 我跟你师父有要事商量 你暂且在门口等候 好 你等我进来 是 师父 你呀 这 这 什么意思啊 哎呀 我怎么给忘了 托儿 这折隆心法 你练到第几重了 这 弟子愚钝 只能勉强入门 看来你还是没有这个天赋啊 但是也不怪你 这门心法确实难练 资质稍差 连门都别想入内 但是你再看看那太岁 随随便便就练到了第二重 太岁 天赋惊人 弟子远远不及 虽然所处立场不同 但是 为师还是很佩服陆范的武功的 不说别人 就是为师连续受他几招重手 也是非死即伤 可你看看太岁呢 活蹦乱跳的样子 哪有要死的模样 这 你不要跟我讲 这正是折龙心法的玄妙之处 天下所有人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折龙心法 他虽然能救伤助攻 但是 绝不可能达到如此神妙的境界 说吧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为师 是 难道你另行参透了长生之法 事已至此 弟子不敢再隐瞒师父 是 他对你还是说 你怎么没人 你怎么能招待 你怎么能招待 你怎么会 我来说 你怎么没人 那你怎么能不能适合 想得更多 你怎么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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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验证是否真的成功了 直到三年之后 太岁 太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师父 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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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时起 弟子就叫他不死而 可弟子虽然这么叫他 却一再地叮嘱他 万万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 人心险恶呀 别人是不会像我一样 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 这么说 那天我救你回山门的时候 太岁就在院中 是的 你宁愿让他流落于江湖 也不愿为师知道他的存在 你是要气死为师吗 师父息怒 实在是这孩子太过于特殊 弟子不敢冒这个险呀 你 你是为师从小亲手养大的 你代太岁如亲子 我代你又何尝不是 我怎么会亲手加害于我的孙儿 师父 但是 你这样做事谨善 也是有道理的 如果让外人知道 恐怕也会惹出很多事端 他现在长大了 也懂事了 自己应该知道 今有的几个知情人 也都是北斗司的人 您都见过 这几个人都是纯良之辈 应该不会加害于他 总算甩掉他吗 总算甩掉他吗 我问你 刚才我看铜牌的时候 有几个字没看清楚 你赶快把寄语的全部内容 再跟我说一遍 颓背图就一份 怎么够两个人分呢 是 师叔 弟子采药回来了 辛苦你了 先把药放到一边吧 好 师叔 怎么没有看到玄玄子他们 他们先行下山去了 师叔 弟子也想下山 师父带弟子恩重如山 师父大仇未报 弟子实在是寝室难安 无法在山上潜心修行啊 还望师叔恩准 起来 既然如此 那你也随他们下山去吧 但是切记 千万不能因仇生恨迷失了自己 更不能因此伤疾无辜 师叔请放心 弟林子此次下山 只为杀戮犯一人 谢师叔 师叔保重 你解决人民恩准 我们想要出个恩恬 但是有个恩恬 你还不想要求 他还能这样 我想与人手 你算是长官啊 你要是长官啊 你也不想要 怎么能够 让我安排 太好了 地灵子师弟 你武功高强 有你在 凡事就多了几分保护 师兄夸奖了 师弟 请 请 这是皇家遗诏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看方向 应该是皇家猎场那边过来的 正好 我们可以向皇帝和太后 禀报推背图的下落 我肚子不舒服 师父 算了 他经常这样 启禀陛下 北斗斯兰人求见 让他们过来吧 遵旨 原来他还活着 他居然是当今太后 那太岁 岂不是皇家血脉 若让太子认了亲 他就是王爷了 师父 您是我的师父 也是我的父亲 以后啊 我肯定还要结婚生子 咱们呢就住在一个大院里 我以后生个大胖小子 您就是他的爷爷 他就是您的孙子了 如果啊 要是您孙子有点本事呢 您就教他两赏 如果没本事的话 就使劲揍他 不用管 好不好 好好 好好 那要是生个女儿呢 生个女儿 反正也一样 也是您的亲孙女嘛 对吧 一入侯门深死海 那一入宫门呢 太岁 你别怪师父 宫里不劝你一个王爷 可是师父 就只有你一个徒儿啊 什么 此时北书国使者 也参与其中 不只是参与 罪魁祸首 就是陆范 来人哪 让禁卫军将他们拿下 遵旨 太后不可啊 陆范毕竟是北书国 派驻到我大宋的国使 如果将其抓捕的话 恐怕要引起两国的大战 而陛下想要找到推背图 为的也就是避免无畏的战争 让百姓过上太平的生活 如果因此而开战的话 未免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 可是如果推背图 让北书国拿走怎么办呢 母后莫及 正所谓得之我姓 失之我命 朕认为这大宋国的兴衰 取决于每一位皇帝如何施政 本无百官如何治理天下 百姓过得好不好 而并非取决于一副推背图 陛下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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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孙开阳 你们现在回去告诉东明 这件事只要尽力即可 如果拿不到 朕不怪罪你们 谢陛下 陛下英明 不过 虽然我们不能抓捕北书国使 但是 我们也不能够让北书人 在我们大宋国为非作歹 不如让曹大将军带兵前去 以保护他们为名义 把北书人软禁起来 内外隔绝 防止他们沟通信息的同时 也能够为北斗司 争取更多的时间 来查出推背图的下落 皇叔所言即逝 那 曹将军 臣在 现在带一队人马去鼓吹台 按我皇叔所言行事 遵旨 来 师父 你说你啊 关键时刻闹什么肚子 皇上都已经走了 终究 你还是没有福气见到 没有办法 人有三级嘛 走 上 上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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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抓住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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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医馆代表我国尊严 你们擅自入内 是想与我们大美术开战吗 你们干吗 干吗 放开我 今天这天啊 搜吧 你们 我抗议 我抗议 放开我 我抗议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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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抗议 这位将军 你不顾两国礼仪 擅自闯落我国医馆 此事 我定会禀告我国国君 你自去禀报 我告诉你 我们是为捉拿刺客而来 也是为了贵使的安全 如有得罪 那也是迫不得已 刺客 门卫 在 大人 你看到有刺客闯进来吗 有个蒙灭人 刚刚闯了进去 这 这大白天刺客蒙面闯进来 然后将军又带人攻下来 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我也觉得巧 那不知将军可搜到了刺客 刺客狡猾 兴许已经跑了 也兴许还在你们驿馆之内 你 你们贵使去哪儿了 我国使者 自去有山玩水了 使者 他不是囚犯 你凭什么过问哪 你 你 都不知 你 我 公开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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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送人 正在到处找你 使者更加是举步维艰 那件东西 使者如果能拿出来与我分享 淳于峰愿助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萤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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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